您的870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说说除垢 Deskling 如果你的870没有Discale的话 那就是没有除垢模式 今天我教大家手动除垢 首先先准备一包粉状除垢剂 然后倒进一杯温水里 让它溶解 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先 做一次冲煮头清洁 将单杯粉碗装到手把 然后放上胶片 再放清洁锭 建议只用半粒就好 将手把扣上 然后按清洁模式 同时按着单双杯 然后按开关键 三秒后机器会进入清洁模式 这个模式需5分钟左右 接着我们再做几次反冲 把冲煮头内的清洁剂冲干净 大家可以看回我之前的视频 有教如何进行反冲 接下来我们进行手动除垢 先把挤水盘的水倒掉 然后将水箱的水加满 再把刚刚准备好的 除垢机一起倒进去 接着准备一个大约200毫升容器 最好是这种长型的 记得把蒸汽头拆下来 放进容器里 蒸汽棒也插进去 开始按双杯键 让水自动出完 然后打开热水 热水停止后扭到蒸汽 然后重复刚才的步骤 重点来了 当水位淹过蒸汽棒的一半时 先停一停 让除垢机浸泡一下锅炉和蒸汽棒 大约5分钟左右 再重复之前的步骤 一直到水箱内的水出完为止 接着 将容器和挤水盘的水倒掉 然后将水箱洗干净 再装满过滤水 再一次重复几次之前的步骤 一直到水箱内的水出完 最后将水倒掉 重新加满水 再把蒸汽头装回去就完成了 感谢观看